大家好,歡迎來到莊子門徒 讓我們繼續莊子達聲篇的故事 今天的故事是跟一句成語有關 就是呆若木雞 呆若木雞這句成語 現代意思是呆得像一隻木頭雞 用來形容因為恐懼或驚訝而發愣的樣子 就是說被嚇呆的樣子 看起來是不好的意思 但他當初在莊子達聲篇裡面的預言故事 並不是這個意思 這篇雖然是預言也是知言 他說道 寄神子為王養鬥雞 十日而問 雞可鬥已乎 冤未也 方須交而示棄 就說什麼 寄神子為齊宣王訓練鬥雞 培訓了十天 齊王就問他說 這隻雞可以上場和別的雞鬥了嗎 寄神子說 現在還不行 他現在只是裝槍做事 只是憑著一時的氣勢 就說 訓練十天 就要問他 到底怎麼樣進度 長官關切進度 我們現在 現在人可能比較少看到 像以前小時候 有看過 那個鬥雞啊 還有鬥狗的 其實 都還蠻血腥的 另外還有 那個鬥蟋蟀 就比較好一點 比較沒有 畫面沒有那麼血腥 然後現在人 比較可能知道的是 那個西班牙的鬥牛 不過西班牙的鬥牛跟 前面講的鬥雞 鬥雞、鬥狗跟鬥蟋蟀不一樣 鬥牛是人去鬥那個牛 可是鬥雞、鬥狗、鬥蟋蟀是 就是 基本上是 兩隻 雞或兩隻狗、兩隻蟋蟀 就是人去 惹怒、激怒他們 然後讓他 兩隻雞或兩隻狗、兩隻蟋蟀 互相那麼 那麼 那麼 纏鬥 對 就是不太一樣 然後 就是 齊軒王很喜歡 鬥雞 以前 古時候可能沒有太多的娛樂 不像現在 太多的娛樂 手機啊 遊戲太多了 鬥雞 然後 他知道這個寄生子 他們 是那個 很會訓練鬥雞的家族 就請他來幫忙弄 然後訓練十天 他就來關一些進度 然後當然還不行 就是 那時候雞 還沒有達到寄生子的要求 然後 接下來呢 十日又問 冤 未也 由應 響景 這邊寫景 其實等於應 響淫 十日又問 冤 未也 由吉士而盛氣 十日又問 冤 姬 姬 姬雖有名者 以無便矣 望之四目擊矣 其得權矣 義姬無感應 見者凡走矣 木姬就從這邊來的 就是說 前面 我們講過已經 過了十天嘛 然後接下來 又過十天 其王又來問那個寄生子說 然後寄生子回他說 還不行 就是 他現在 還會看到 一看到別的姬 響就是聲響 或是聽到別的姬 聽到別的姬 叫 還是會反應 對啊 響是聲響 影是影響 就是還是會反應 然後 在過了十天 其王又問 寄生子說 還不行 看目光還是太犀利 氣勢靈人 然後又過十天 其王又來問 就是十天 十天 最近度 不像 因為以前 不像現在 我們現在是西洋曆 所以是一個禮拜一個禮拜一個禮拜七天七天七天 古時候 大家通常說十天十天十天 然後一個月這樣子 然後 他又來問說 最後一次他來問說 寄生子說 差不多了 別的姬雖然在那邊叫 他已經 我這隻姬已經不會受影響 看起來像一隻木頭雞 他的本性 這邊講那個德 德就是萬物從道所獲得的 就是他獲得的天賦比性 已經回復到天生的完整狀態 別的姬沒有敢來應戰 一見到他就掉頭跑走了 就是說 寄生子 性戀掉姬一共花了 前後就是四十天 四個階段 從一開始那個姬 只會虛張聲勢 然後接下來就是他會 對 別的姬的 聲音影像 有所回應 然後最後 就是內斂 可是還是會有目光 會受過 用那個氣勢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 才達到呆若木雞的境界 在這邊 我們可以看到呆若木雞 其實是 算是好的 就是形容一隻 雞已經達到他的 原始狀態 就是已經進行無敵的狀態 就是保持完整的貧富 跟我們現在呆若木雞 意思不一樣 當然這邊 莊子預言故事講的是雞 可是其實 套用在 人身上也是一樣 就是 也是要 以我們個人來講 你修煉 或修養 也是 一個階段一個階段 一開始 你 可能就是 想要 怕人家 知道 你幾經幾兩 你就想要虛張聲勢 裝模作樣 裝槍作勢 然後 接下來 你可能認真說 更進一步 你可能會 對 看到別人 就會 有所反應 別人比你 穿得更高級 更漂亮 或者是聽到什麼聲音 影像 就會受影響 接下來 你漸漸的 就修養自己 可是你的 還是沒辦法控制你的眼神 你的氣勢 等到最後 你回歸 原始狀態 就是天生下來的狀態的時候 就等於達到這個 呆弱目擊 當然就可以超越其他人 這就是我們今天講的 預言故事 呆弱目擊 對